中午12点,澳主委官宣,冬奥会天价举办费用曝光,1.4万亿破纪录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在去年的9月份左右呢,日本这边是举办了东西欣奥运会 并且呢,总算是圆满落幕了 那么现在呢,距离这一次的冬奥会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一个时间 那么对于整个澳主委来说,他们在接下来的话也是进行了收尾的工作 并且呢,在最近呢,是召开了一次发布会 从目前这一次的召开的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 他们的澳主委也在会上宣布说呢,东京奥主委将会在6月30号正式解赞 而且呢,从最近中午12点媒体的报道来看呢 他们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也宣布了本次东京奥运会 包括残奥会的总体的支出情况 目前呢,他们统计了一个数字,总共的举办费用呢 是1.4238万亿日元 那么按照当时去年的一个汇率折算成这个美元的话 也就是大概是130亿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啊,应该是700多亿的一个情况 所以实际上从目前这一笔支出当中呢,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奥运会的举办真的是花费了一个天价的费用 1.4万亿日元呢,确实呢也是打破了之前日本呢 举办类似的一些大型赛事的一个记录 毕竟我们也知道在过往呢,日本的话实际上呢,不管是举办其他的一些亚洲或者说整个世界顶级的赛事呢 其实也都不会像这一次由始甚大 所以可能对于整个日本呢,来说的话 这一次这笔的费用的支出呢,也确实是非常庞大的 也引起了外界的很多的一些议论 说实在的,这一次呢,日本虽然说花费了这么多的钱了 但是实际上这一次冬奥会到底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的话 这一点呢,可能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毕竟呢,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始到后来闭幕式结束之后的话 其实啊,都有不少日本当地的一些网友在吐槽 说他们的闭幕式啊,包括开幕式呢,都比较简陋 尤其是对比这个北京的2008年的奥运会呢,确实他们呢,显得比较寒酸 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的话 那么他们去举办这一次的赛事都花费了这么多的一个费用的话 也确确实实呢,让大家是有些想不通的 当然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费用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呢 不管他们最终举办的如何,收获外界多少的一些批评或者点赞 其实从侧面能够看得出来啊,时随便便一个小的国家是很难去成功举办奥运会的 因为动不动700多亿甚至是上千亿的一个费用的话 可不是一个小的国家能够去支付,能够去承担得起的 所以从中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去举办这一次的奥运会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能够看出他们的国力是非常强大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当中,其实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呢 我们国家能够在过往举办的夏季以及东西的奥运会 而且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奥主委呢,举案点一个大大的赞 总的来说,目前来看的话,随着他们的奥主委呢,宣布了这样的一个解散日期 以及这个最终的支出费用之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一次的东西奥运会已经是告一段落 那么接下来的话,可能对下一届巴黎奥运会来说呢,也需要好好去想一下办法 怎么样去在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支出之下的话,能够完成本次的奥运盛事 我们也期待呢,下一届奥运会到来之前,他们能够把各种设施设备能够做好 也能够给我们所有的一些体育运动健儿呢 包括我们的体育迷能够贡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那么后续呢,我们也期待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到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地球,拜拜 拜拜